大众请合照 请跟我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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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敬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尊敬的主位同修 主位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尊敬的主位同修 今天我们原本已经回到这个学校的共修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又回到 经过这个网络 来共修 所以在这个地方 首先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提醒我们 我们这个人生 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 太多的事情 真的有不了自己来做主 太多事 说倒就倒 说病就病 说老就老 说死就死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会改变他的 2500年前 释迦牟尼佛这样讲 2500年后 也是如此 没有任何一个人 到现在能够来改变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常常告诉我们 从这个无常里面 你要去领悟 你不要再执迷补物了 你如果还是执迷补物 苦的是你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来代替的 所以尊敬的这些统修大德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每一天都为我们天天教学 天天讲经说法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要再执迷补物了 其实这一句话 最主要的是讲给我听的 最主要的讲给我听的 我们都是反复 都会有犯糊涂的事 犯过失的事 只有觉悟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 所以这个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也就是给我自己本身做一个提醒 今天我想借这个共修的姻缘 来选择 来给大家做一个喜讲 学习的就是中锋 果实 三十系念法事 就是选择 三十系念 中锋果实在三十系念的内容的开示 是开示里面的主要性的 来作为给大家一种学习 希望大家我们好好用功 好好来学习这个中锋果实的内容 非常难得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中锋果实 但是他是一位禅宗的大德 也可以说是明心见信大策大悟的 但是他老人家 你想一想 上至王公 下至百姓 活不受他的教诲 而且最后元朝的皇帝又封为他为国师 他老人家是在禅宗的一位大德 你想一想 他为什么会晦记这一本三十系念呢 而这一本三十系念的内容 全部都是在讲阿弥陀佛 全部都在讲西方极乐世界是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从这边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 中锋果实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劝导我们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而在念这句阿弥陀佛当中 而劝导我们 你这一生一定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原因呢 从这个地方可以明显出来的 中锋果实 告诉我们 禅宗跟禁宗 都是同等 深广的境界 而且显出来 境宗在度化众生 善巧方便 比禅宗更殊胜 从这个地方我们来了解一下 中锋果实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看这个三十七年 现在推广很普遍 而且几乎每个道场 都在提倡出三十七年 特别是我们师父上人 这几年下来都在提倡 都在推广 不要说其他的道场 说我们的自己的道场 我们自己道场一次性 有时候连续做的三天 三天 每一天 参加法会的 每一天每天的增加 越做越多人 在其他的道场 有时候一次 只有做一天而已 我们你看 连续的这三十 问大家累不累 不累 所以你看我们这三十七年 从礼拜都是五六日 从五到礼拜天 每一天 你看那个人数天天的增加 甚至于我们雪梨金中雪味 曾经有做过一个星期连续的 很多 我也曾经参加过 连续的两年七百长 所以这个推广是很广的 提倡都非常之广 但是尊敬的就是同修大德 你不能把这个三十七年当作 精灿佛事来看待 你不能有口无心的 如果你用这种的心态 来做三十七年 真的是错了 真的很可惜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三十七年 真的是敏扬两立的 它跟一般的精灿是不一样 比如说放咽口 水露 慈悲 三枚水灿 或者凉黄宝灿 它都是不一样的 这些的精灿对轨道的众生 利益是最多的 而作为这个做法事的人 他只是修一点功德而已 修一点福报 但是三十七年真的是不一样 它真的是敏扬两立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 当作一种精灿来看待的 你要把它当作一种课本 来修学来帮助我们的 这种心态来看待 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你看这个 中风三十七年里面 中风果实 他讲了一句很精彩 他的内容的开示 很丰富 而且很感动人 哪一句话很感动呢 你们有没有去留意啊 生死信念里面 从第一时到第三时 有一句话非常的精彩 而且讲得非常的感动 而这一句话就是从中风果实 从他的自信内心而流露出来的 哪一句话呢 大家里面有留意啊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皆是我心啊 我心皆是阿弥陀佛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的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清静的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迷了 成为凡夫 但是你那个自信都是存在的 他没有消失的 无论你在哪一道 或者这个人都在畜生到 在地狱 在恶鬼到 但是他的自信都是存在的 他没有消失 他这个自信什么时候回复呢 什么时候回复 你什么时候觉悟 他就什么时候回复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一个凡夫跟一个圣人的区别 所谓的圣狂之分 在于一念 就是说我们反复跟佛的区别在哪里 一念之间而已 一念之间觉 众生就是佛 一念之间弥勒 佛就是众生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中风果实的内容的开始 他主要性在描述这一桩事情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 那怎么回复呢 这个下面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功课 给大家来学习 那三十系念它的功用是什么 它好 好在哪里 你看现在很多这些灵界的众生 就是幽冥界的众生 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做三十系念 为什么呢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你喜欢做三十系念吗 喜欢吗 请举手 你看每个人都请举手 你看难怪我们雪梨三十系念做不腻的 做几天了 无所谓 本来这个一月份要打算要做三十系念 连续三天 但是你看规划赶不上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规划赶不上一通的电话 你看我们的干部 一通电话过来 师父啊 疫情到了 三十几年 暂停 我们也没办法呀 也不能敏强自己 我们一起来做 这个没办法 你看很多地方 虽然疫情 你看戴着口罩 大家做三十系念 所以前两天 有一个祭司问师傅 你们那边什么做三十系念 我说 做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赶不上变化 变化 赶不上一通电话 所以这个变化无常 没办法 所以真的 我们真的没办法 所以尊敬的 这位统修大德 这个三十系念的内容 真的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的感动 我们好好来学习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当作一种客粉的学物学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金灿博士来看待 这样的想法 是错误的想法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章 这个三十系念 它的功用 它的好好在哪里呢 它真的是敏洋良力的 而利益最大的就是什么呢 利益最大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 超越六道轮回 为什么呢 因为三十系念都在劝导我们 一切众生一定要相信 念佛 发愿 求生净土 因为整个三十系念都是阿弥陀佛 整个三十系念都在讲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等于了生死出三界了 这个是最大的利益 跟一般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所以灵际的众生 很喜欢做三十系念 因为他知道 他们虽然都在鬼道 他们有鬼通 神在天道这个天界 就鬼神 神就神通 鬼有鬼通 他们看得很清楚 确实六道真的很苦的 所以他知道苦才想要离苦 我们知道苦 有没有想离苦 不一定 真的 很多人还以为还有明天 还以为还有明年 其实无常一道 什么都没有了 鬼道他们也有鬼通 他看到很清楚的 就好像一片的镜子 但看得很清楚 这个人将来要躲在哪里 在这个一道里面 他会受什么样的苦 他会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也看过 也听说很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经过短短的时间 我们来学习 我们来习讲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 在这个三十系念的利益 那我们来看第一章 这个中元 这个三十系念 这个法事 是元朝中丰果师汇集的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地方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三十系念 中丰果师 他生在宋朝末年 他长在元朝初年 元朝距离我们现在 大概有将近八百年了吧 大概了 大概八百年 那中丰禅师呢 他的法号叫做明本 明本就是明天的明 根本的本 叫明本禅师 中丰是他的别号 那中丰果师 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 他是十一月初二生的 而且中丰果师 视线在这个世间很特别 怎么特别呢 中丰果师他的妈妈 他的母亲 就是初一的那天晚上 晚上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很特别的梦 什么梦呢 就是梦过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呢 锁上拿着什么 灯笼 拿着灯笼到他的家里 隔天呢 中丰果师就出生 所以很特别哦 真的很特别 你想一想 初一 妈妈做梦 初二 中丰果师出来了 说明呢 中丰果师他不是一般人 而且小的时候 他的玩耍 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 他今天玩什么 就是做佛事 做佛事 所以说明呢 中丰果师过去 他是一个出家人 这一次又出家 25岁出家 26岁受解 所以他出家年纪也蛮年轻的 我出家的年纪也差不多 20几岁 现在已经21年了 22年了 说明啊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那中丰果师啊 他是汇集这个37年的 那原本呢 原本哦 原本 原本中丰果师呢 他所汇集的37念 这个法本 就是他所学的 所写的这个法本 他有两个版本 他有两个 第一版本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一般我们在学会 做37年 我们所念的 所看到 所听到的 是属于超度亡灵的法本 我们看到的 平常我们在做法会 他是属于超度亡灵的法本 那第二版本呢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第二版本就是在万字序障里面 有一部大藏经 这个大藏经啊 叫做万字序障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呢 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我们在平常啊 修学的 在日常 在生活里面 可以用来修学 作为我们的修行 一个方法 所以称为什么呢 三十 信念 一范 只有两个版本 这个是简单 来为大家介绍 今天三十信念里面 其实它不是一个 它有两个版本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让大家明白 那在这个地方啊 有很多人啊 曾经有问过我 说师父 我很喜欢做三十信念 我很喜欢做三十信念 我想在家里 赌送这个三十信念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如果 我在读诵这个三十信念的时候 有一些众生 来到我们的家怎么办呢 有一些人会有一种问题 我该怎么办呢 师父 有时候一些人会担心嘛 比如说我在读诵三十信念 经过这个网络 人家在做法会嘛 像这个疫情做这个法会 经过这个网络来做三十信念 我很想参加 但是没办法到这个会场 但是我在家里 开这个YouTube 开这个网络来参加 但是 如果这些众生来到我们家 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喜欢读诵这个三十信念 不用去念 念里面的开示 念里面的佛号 念里面的经典 你可以把这些超级云灵的 把它宣掉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说如果 如果这些众生来到我们家 来参加这个法会 其实都没有恶意的 你要知道 他没有恶意的 你讲一讲 一个众生来到我们家里 他肯念佛 他肯诵经 肯败灿 肯回笑 都是好的 甚至于他来护法你 作为你的护法 所以你不用担心的 这些来的都是好意的 俗话讲的 这些鬼都是好鬼了 你看 人有害人之意 他们没有害人之心 你不相信 你看看你的周围的人 你看他们的心态 他们的态度 比鬼更凶 你不相信 你看看你的周围 像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邻居 有一个很恶霸的 我现在很不好 我们每次看到他们 远达远远的 不敢跟他接触 你看现在的人 从身口一三月 比那个鬼更坏 比那个鬼更恶 比那个鬼更凶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学 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他们来的都是好的 因为他们肯念佛 肯忏悔 肯听经 肯读经 不是好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这个法式 这个三十信念 这个法式 分为三个部分 有第一十 有第二十 有第三十 那这个三十信念 在一般 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一口气 就把它做完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一般在做三十信念 一口气 就把它做完了 以前我们做三十信念 第一十结束 还有休息半个钟头 现在连休息都没有 一口气 三十 通通马就圆满 这个是我们一般 我们所看到的 但是啊 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原本呢 原本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三十信念的法式呢 在中风国师 他的那一个时代 他的原本意啊 早晨一时 中午一时 晚上一时 晚上大概七八点 七点到九点 早晨五点到七点 这个期间 所以翻个三个阶段 但是 这个是就是我们 中风国师的研绎 在中风国师那个时候啊 他们做法会 做这个三十信念 是这样的 分开的 不像我们现在 一口气把它做完了 但是呢 现在很多道场都有这样的习惯 我们看下面的 把它一次性把它做完 如果用土来讲呢 也可以讲得通 也可以如理如法 为什么呢 因为时代的变化 时代都在变化的 比如说我们的道场 第一时 你选择早晨五点到七点 谁来参加呀 你说呢 谁来参加呀 你敢做吗 如果我们五点到七点 在那边用麦克风 好有法器敲了一 好大声这样 邻居会不会来抗议 做不了 除非你自己的道场 五点到七点 你来做 然后晚上七点到九点 你想一想 我们在学校 在那个礼堂 做三十几点 晚上做到九点 行吗 行不通啊 然后等一下要整理 要打扫 要搞到几点 上更半夜 再加上我们的道场的义工 几乎都有年龄 有年纪 都是如法的 因为时代的变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因为很多人会误解 中风果实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做法 我们为什么不能依 中风果实的原意来做法呢 不能这样讲 如果这样的了解 真的对这个中风果实的用意 那就臭乎了 所以三十如果 论时间长短的话来讲 古人称为他什么 叫做时辰 一个时辰有两个钟头 就是两个小时 所以三十就是我们现在的六个六个小时 这个是从狭义来解释的 那深广地来解释 这个三十的用意是什么呢 佛陀在世 一个时辰是四个钟头 所谓的 所谓的做三十 夜三十 那这个做三十 夜三十 教我们做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当中 你看哦 每一时我们都离不开 都是在念阿弥陀佛 都是在念这一部阿弥陀经 那这三十里面最主要的中风果实 他教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说教我们 夜三十 做三十 就是教我们要什么 修这个念佛法门 就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要做什么呢 下面的那一个字叫做信念 修就是讲你牵挂 不断的 牵挂什么呢 你把你的念头不断的在做什么 放在哪里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这三十里面 你的念头要不断的 就是说你要牵挂 你要把你的念头放在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上 二十四小时教我们要信念阿弥陀佛 二十四小时教我们要牵挂阿弥陀佛 二十四小时教我们一定要不断的 把你的念头 把你的心形 把你的身形 全部通通通放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上 意思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尊敬的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信念的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 三十 坐三十 夜三十 这二十四小时 我们的心只有阿弥陀佛 你要真念阿弥陀佛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看看 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你看那些往生传 或者我们的这些祖师大的 高生传里面 你们有没有去留意 他们念佛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 你知道吗 他们的秘诀在哪里 秘诀在信念 他们的心天天都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 他们的心在每一切处一切时 都是阿弥陀佛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里想一想 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哪来不往生的道理呢 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有断序啊 今天念阿弥陀佛明天就忘了 明天念阿弥陀佛后天就忘了 后天念阿弥陀佛一个星期就忘了 懈怠懒 这有断序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我们反复跟圣人的区别在哪里 一念之间而已 所以你要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了解他的内容最主要的 这三十里面 他最主要的 就是教你要牵挂阿弥陀佛 你有没有牵挂呀 像父母一样牵挂儿女 无论儿女到哪里 父母的心都是到哪里 你不相信你做父母你最了解的 现在你的儿女在新加坡 你的心里会在新加坡 你有啊 对不对 就像好像父母一样的 对儿女的牵挂 很多啊 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牵挂阿弥陀佛 这个啊 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只有你们自己 别人是没办法代替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晶体的时候 三十 这个三十的用意呀 中风果是就是说我们要 你要天天不断的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要会念 你要好好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要好好发愿 因为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这个无常就是苦的 你要好好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要牵挂它 你要跟阿弥陀佛打教导 你要天天跟它相应 将来往生西方几个时间 那就容易了 这个就是三十细念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希望大家你好好明白 三十这个三十细念 就是叫我们要细念阿弥陀佛 好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下面的那一章 在三十细念当中内容 我们都会看到 这个法事 好像都是在做什么呢 重复的 你看哦 重复的嘛 比如法事一开始 我们开始畅战了嘛 然后呢 读诵弥陀经 然后呢念往生做 然后呢就来 那个称赞阿弥陀佛的名号 又中间又有中锋国师的开示 然后呢又有忏悔 有发愿 最后又有回向 你们有没有去留意啊 你看我们三十细念里面 重复的就是这样做法 第一诗第二诗第三诗 弥陀经送完了 又第二诗又重复 第二诗又送完了 第三诗又再重复 如果大家有读诵广生论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如果大家 有读诵这个往生论 你就很容易发现 这个跟天谦菩萨 所讲的无念门 很相似的 有礼颤 有拜佛 有回向 有发愿 有忏悔 都是很相似的 但是它的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都是 饶着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都是在这个地方 叫我们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都是饶着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 都是饶着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都是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读诵这部弥陀经 告诉我们这句名号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都是饶着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 就像好像五亮塑经 五亮塑经都是饶着什么 饶着这个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都是饶着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一句阿弥陀佛一展开 就是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讲经说法 就是释迦牟陀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了 都是饶着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但是 但是尊敬的这个同修大德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在三世信念的开示每一段 你又知道他每一段的开示 有不同的重点开示 那我们一定要着重在学习了 不能把它轻易把它看过 你要好好着重在学习 因为对我们有意义很大 特别是对我们念佛的人 这一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的愿望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内容的开示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第一段 第一识中风果实为我们内容的重点讲什么呢 第一识的 我们看下面的 你看我们不是有三世信念吗 第一识第二识第三识 第一识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性的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中风果实为我们描述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是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太好了 没有比这个世界更美好的 而且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超过死方诸国国土的 没有一尊佛都不劝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以这种的无尽的美好 无尽的庄严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调达的 所以不可说 不可以 不可说 劝导我们一定要深心发愿 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好的居住的环境 在十方一些诸佛国土都没有看得到的 所以中风果实劝导我们一切众生 你今天一定要深信 你要发愿 用什么方法呢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第一诸 中风沙国师在三十七年 把整个纲领告诉我们 第一诸我们要做什么 先发愿 你要相信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相信真的有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真的西方极乐世界 是十方诸佛国土额土推荐的 希望一切众生 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 所以他的肛领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一诸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今天我们的愿 是真还是假 你真信吗 你真发愿了吗 一半一半 如果你真发心 你真发愿的话 你早就去了啦 你还在想在这个地方 除非你有使命 你有这个使命要做的 像海贤老儿上 如果不是没有 如果不是使命的话 他早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哪有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早就去了 因为他有使命 那第二诸的重点 中风果师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第二诸的重点 更进一步 中风果师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心 佛 众生 是三无差别 我们跟佛 是没有区别的 刚才已经讲过了 区别在哪里 一念之间哪里 一念之间迷了 佛就是众生 一念之间你觉悟了 众生就是佛 我们跟佛 无二无别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中风果师在一个地方告诉我们 你要开闲 唯心净土 你要开闲 你要相信 自信弥陀 让我们能够直下这个承担 先给大家看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 直下这个承担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看第一诸 中风果师不是告诉你 阿弥陀佛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你不用怀疑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所以从这个地方 中风果师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 你本来就是 你现在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不能怪别人 怪你自己 所以该怎么生死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了 就是自己的 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 你将来你要生在哪里 自己的决定 没有人能够来阻拦你的 你将来的生活 你的前途是怎么样的 一片的光明 一片的黑暗 跟别人是无关的 全部都在你自己本身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听明白我的话吗 真的 很多人一到烦恼的时候 头一个念头出来 都是别人不对的 哪来的别人都不对 这个就是你在迷惑了 所以尊敬的 这些同学大的 记得 迷还是自己 久还是自己 所以第三诗 中风果实又在告诉我们 他的主要的当领在哪里 第三诗 第三诗的重点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归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上 你看 从头到尾 到尾最后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归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上 强调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真的是不可失忆的 你要知道 要如何来了解 知道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不可失忆呢 你要念 你要真的去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不真念 你不会了解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真的功德不可失忆的 他的利益太大了 所以 阿弥陀佛太有智慧 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超越六道轮回 简单容易方便 而且 妥当 无论你在一切处一切时 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只要你用你的恭敬心 虔诚的心里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就能够了解 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失忆的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经典里面所讲的 念佛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失忆的 我为什么没有感触到 你没有真念 你没有真修 如果你今天真修 你真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从你的心跟你的口气一致的 这句名号的功德 真的你就能够感触到 你会感触到这个名号的功德 是无法用以原类为我们解释的 代表的 所以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 我们看下面 在三十系念的重点的开示 各有不同 各有不同 也是简单为大家对于三十系念 作为一个大概的介绍 从他的名号 然后三十系念 法事 什么叫做法事 法事就是要讲 我们的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往生西方去的世界 这个大事啊 我们今天做这个法事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或者再经过我们修行 我们要发愿往生西方去的世界 这个法事啊 这个啊 做一个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中风果实 三十系念法事 当你念到这个经体 你就明白 三十教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教你 你的心 不断的牵挂 舍舍不念 阿弥陀佛 最主要的 今生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法事最重要的 好 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 我们一般啊 这个界定真相啊 这个界定真相 我们一般做三十系念 先唱的就是界定真相嘛 对不对 这个界定真相唱完之后呢 大家一定会知道 也很熟悉 有一首巨颂 而且这一首巨颂呢 是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也会念 有没有 你看那个界定真相唱完 那个主法和尚 会带领大众 来念下面的 那一首巨颂 哪一句呢 我们一起来念 请合掌 绝海虚空起 娑婆夜浪流 若人登彼岸 极乐有归宗 这句话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我也听不懂 这些里面都有残疾哦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很重要 你看中风果实 界定真相唱完 就会念这一首巨颂 这四巨啊 这四巨里面的内容啊 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看下面的哪一章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四巨里面呢 就是我们整个三十七年的纲领 整个三十七年的纲领 就是讲 它最主要性的 就是说 整个这个巨颂一展开 就是整个三十七年 内容呢 就是为我们说明这个宇宙 生命的起源 也为我们说明啊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 来念这个法事 来做这个法事 然后呢 依照这个法事来修学 对这个众生 对我们众生 有什么样的作用 而这个法事 它的宗旨呢 是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做三十七年 这个三十七年的 它的宗旨在哪里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了 把这个开宗明义为我们点出来了 那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这个中风果实 真的耶 开宗明义为我们点出来 这两句话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 讲宇宙 这个生命的起源 人生的现象 就是说明啊 我们常常谈到的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 这个人生的事实真相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是有高度的智慧 没有高度的智慧是没办法了解的 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 有情众生 无情的众生 是从哪里来的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三合大地是从哪里来 整个虚空法界 一切万物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而这个现象都在排在我们的眼前 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一定要搞了解 一定要去了解去明白 为什么 像我以前小的时候 常常听人家说 我们是上帝创造的 我有时候想不通 明明人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 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人一创造出来 为什么有生老病史 为什么人一生出来 生在一个帝王之家 富贵之家 有一些人一出生 生在一个贫贱 贫穷 种种的 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 这样的现象 排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 你问老师 老师也不知道 你问你的父母 你父母也不知道 这个道理 我们这个人是从哪里来 生从哪里来 死往从哪里去 我们从哪里来的 以后离开这个世间 我们要往哪里去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 尊敬的这位同学大的 学佛看下面的 最终就是要如何认识 清楚这个真相 那怎么认识呢 我们要怎么认识这个真相呢 你看中风果实 头一期教过书 绝海虚空气 绝 绝还是比喻啊 比喻什么呢 比喻你的真如自信 你本来就是具足的嘛 你这个自信 你的真如自信本来是具足的 为什么 因为绝嘛 绝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切众生本有的自信啊 你本来就是的嘛 这个绝啊 本有的自信的 自信本来就是本绝 本有不绝本无啊 这个就是马宁菩萨 在起信论里面所讲的 简单来讲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的 就是阿弥陀佛 你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怪谁呢 怪自己啊 像释迦牟尼佛 在大成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 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但以妄想分别之所 而不能真的 都是我们的迷 而现象所出来的 所以 用这个字 我们看下面 所以用海这个字啊 就是要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来比喻啊 比喻什么 比喻你的自信 你的智慧 你的本能 你的能力 就还一样深广 广到什么程度 是无有穷尽的 你本来具有的 我们一切众生 真如自信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本能 我们所有的 都是跟诸佛无二的 跟诸佛如来无二的 是无二差别的 无二无别的 深广无尽 这个是诀 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你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有这个能力 其实呢 说实在的 其实 其实 说老实话 诀这个字呢 是不得已而说的 因为诀是对一切众生所讲的 如果众生不迷 哪来诀的呢 因为众生迷了嘛 才会有诀嘛 如果众生觉悟 哪来诀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凡是用语言 明相说出来的 都是不得已 为众生说法的善巧方便 用意就是让我们 用这种三巧方便 让我们去领悟 让我们去破灭开悟 所以绝海 绝海就是告诉你的自信 你的本能 你的智慧 就如同那个海 深广无边的 深广无尽的 换句话说 你要赶快回复啊 你要赶快回复 你的本来的面目 怎么回复呢 赶快觉悟 怎么觉悟 人生是无常 你觉悟了 你跟佛无二无别的 你跟一切诸佛如来 都是一样的 平等的 什么叫做虚空 如果我们放眼望去 什么叫虚空起 看下面的 如果我们放眼望去 整个虚空法界 譬如我们这个星球 一切万物 有情无情的 都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的现象呢 你看我们这个 虚空法界有多大 一切万物有多少 无量无边的 这个从哪里来的呢 佛告诉我们 讲得非常好 佛在楞言会上里面 一语道破 虚空从哪里来的 一切万物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佛告诉我们 都是从迷惑之后 而产生的 这个佛是在楞言经 为我们讲的 因为迷之后 而产生这样的现象 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虚空法界 一切万物 都是因为一念不绝 而现象变现出来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烦恼从哪里来的 从迷惑 有快乐 有痛苦 有坏 有好 有善 有恶 都是我们一念之间在迷惑的 在分别性的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虚空法界里面最后的 星球这么多的国土 云云众生 一切众生 一切万物三合大地 都是因为一念无明 都是一念不绝 而所贬现出来的 而佛告诉我们 而这些现象都是假的 都是虚妄的 虚空起嘛 我们所看到的 包括我们本人在里 一切万物所看到的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它都是虚妄的 就好像什么 好像做梦一样 你在做梦一样嘛 对不对 你看你在做梦的时候起来 有没有 没有啊 都在梦见里面 所以绝海虚空起 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万物法都是因为迷而产生的 今天你本来就是清净的 哪来的烦恼 哪来的痛苦 哪来的快乐 哪来地狱 哪来极乐 都是一样的 一念不绝而分别出来 产生现在这个现象 你想一想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天天都是这样的 都在迷惑当中 看见你的境界 所以显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绝海虚空起 下面的是什么呢 娑婆夜浪流 什么叫做夜浪流呢 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在这个六道已经流浪多久呢 五量节了 那为什么会五量节呢 到现在无法能够解脱呢 什么样的原因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 非常的精彩 越讲越故事越好 那个中风果师 真的很很有智慧 真的是明星 天天心大色大物的真的 所讲的话 第一一道破就是让我们开悟的 真的 如果你真的去看看它里面的内容的开始 真的 每一句都是从它的自信流露出来的 如果没有从它的自信流露出来 讲不出来 里面内容的开始非常感人 但是我们反复看不出来 老人家的用意 这没办法 所以经过学习才能够去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做三十七年 为什么鬼道的众生都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怎么会不了解呢 天天能够听经 排在你的眼前这么好的机会 你还不学 你还不认真用功 又怪谁 怪我们自己 这个简单给大家说明 我们下个星期又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讲一讲这个中风果师的内容的开始 因为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批评 我们下个星期见 来给大家简单来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